中国大陆接连爆出 H&M、Nike、爱迪达等知名国际品牌 因具用新疆棉花引发抵制潮 艺人也纷纷跟品牌解约 这部剧用也延烧到现在正在热播中的选秀节目 在青春有你节目里面 训练生原本都是穿着爱迪达的白色上衣 Logo清除显眼 在事件爆发后 节目组紧急发表声明 延后播出 赶公把品牌Logo处理掉 小天天果然够可爱 不过有一位训练生并没有被打码 正面没有背面竟然也什么都没有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就是穿错衣服了 然后就是我录节目 就是录到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就是孙航 他说孙航 你的衣服呢 然后当时我衣服呢 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就算了 隔壁棚的创造营也同样深受其害 由PUMA提供的衣服也全部都麻好麻满 大量练舞画面一个也没放过 更有选手因为穿着肉色Logo裤 麻起来后竟然有像没穿裤子的肿径 这次是孙航的衣服 好 哇